你们还想比试什么 那我们就来比双簧妆 不过这一次 我要她来画 好 什么是双簧妆 双簧妆来自中国传统起义节目双簧 它借借了双簧的形式 化妆者站在被化妆者的身后 然后伸出双手为同伴化妆 这种方式不仅要求记忆精湛 更要求两个人之间心灵相通 对彼此的身体和动作都了如指掌 灵溪同学 我还不太会化妆怎么办 正在是要可恶妆的 所以我还不太谓 我还不愿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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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不愿意 我还不愿意 我还不愿意 你好 拿钱 就不愿意 天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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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围棋式化妆法 没想到 我们今天竟然能见识到 驴秋姐妹传说中的神迹 难道驴秋姐妹她们正在下棋 成 没错 驴秋姐妹将平时在盲棋上的功力 运用到了化妆上 在她们眼中 脸部会分割成棋盘式的网格 只要按照对方指令落鼓 即可完美成装 这样的默契 需要对彼此的每一寸肌肤 都了无指掌 跳 难道灵溪放弃了吗 莫非灵溪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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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他确定 好 快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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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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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输了 怎么会这样啊 物是人非 事是修 欲与泪先流 他说什么 他说他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看来你并不知道 姐姐竟然会伴随着音乐 不 你是根本就不知道 你的姐姐也喜欢音乐吗 作为双胞胎姐妹 你们两个人都各有自己的爱好 你明明性格活泼 为了维护姐姐的威严 强行压制住自己的天性 摆出骨板严裂的样子 其实妹妹本性并不强硬 但因为你沉默寡言 她就必须能言善辩 才能应对外面的一切 你们两个人为了彼此 都牺牲了自己 但同时也都压抑了自己的个性 光有默契又有何用 是 我们说了 你们要做的 其实是一个像夏天 一个像秋天 再把冬天变成春天 希望你们能够明白 等等 我们还不太明白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灵溪同学太好了 我们赢了 待会儿一起去清楚吧 好好好 不变了 难道这就是冬天